民间故事 为民除害 大家好 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苍城东关 清代有一户姓白的大财主 据说白家先祖曾做过镇西副将 梁田迁寝 奴婢无数 在苍东一带 可算是出名的肉头户了 白家世代繁衍 到了白人这一带 那可就大大的出了阁 白人自幼与圣门结缘 书读了一车 却试图无望 后来心灰意朗 就死心塌地做起了财主来 不知事先是损了阴德 直到白人四十岁才得一对双胞胎 取名白龙白虎 以水山二王为之 自从喜天二王 齐天倒地败谢神灵自不必说 自然把王当成了祖宗 公养起来 白龙白虎自幼刃子头疼 钻好五枪弄棒 白人便顺赶爬遍请民师 让二子习武 到了二十岁 白龙白虎变练得了一身好功夫 二人自以为武功在手 又有老子的财钱撑腰 横行相礼 抢男霸女 结交匪类 饿不作 白人觉得两个儿子早晚要出事 非但不去规劝管教 反倒千方百戏寻求碧音大数 明里暗里的他都找 他身知钱能通天 十二块金砖 把沧县县令买得滴溜溜转 一将白银 把沧东土匪头子王一刀 买成了干儿子 白家二虎自打 有了这两颗大树遮阴 更是肆无忌惮地大盖了起来 杀人如捏死只蚂蚁 成了远近闻名的白虎堂 白家除了草菅人命欺男霸女外 还有一首最缺德的是 白使人 如何白使人呢 原来白家良田迁寻 马跑天黑出不了边 除店户们租种外 每年都得雇大量的长短工 这些人像牛马一样干一年货一计 为了算账 算盘子异想 不但得不到工钱 反倒欠了他一屁股钱 这些人也打了闹了 可谁也打不出白家的手心去 轻者揍你个满脸开花 重者压你大狱里去 再不然就给王一刀送个信儿 绑了肉票 弄你个尸首分家 家破人亡 人们撞上这么个魔头 只好自认倒霉 年复一年 白家就成了文明的白使人 白家在苍东这一带算是损到家了 谁愿让他家白使还 可白家不怕 按白人的话说 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 两条腿的人有的是 真还别说 他自有办法 苍州城是个水路交通的要道 每年河南下关东 逃荒要饭的人很多 来到苍州都要站一站 于是乎 这些人就成了白家 不花分文的劳动力 话说这年卖秋 白家缺人 无量马车一套 很快从苍州城里 拉来了四五十号外地人 车刚到家 大门口早已等着一个 无短身材的小伙子 看岁数二十左右 听口音是本地人 也想给帮个工 挣几个血汗钱 白人一听有人找上门来 自然求之不得 一口印下 并讲好了价钱 且说白家使坏人 简直就像使坏梅主二的牲口一样 边打快驴还嫌慢 一天两顿饭 两头不见日头 有些人受不了这个死泪 半途就散了 钱自然是分文没有 大多数人还是咬牙坚持到了最后 到了结账这天 白人顾忌重演 算盘子一想 又是分文不给 这伙子人可翻脸了 见讲理不行 就想砸了这个贼窝 白人可不怕你这个 让两个儿子上阵 领着重家丁 大打出手 手拿木棍子 就要把这些人统统赶出府去 且说白龙白虎 平时凶横惯了 打人如同家常便饭 木棍一轮 当时就有两个人被打倒在地 白家二虎做梦也没想到 这回真还打出了叉来了 此人正是自动上门要求帮工的那个小伙子 只见这小伙子纵身跃到白龙白虎面前 双手交臂胸前 一副凛然正气 冲着白家二虎喝道 住手 快快拿钱来打发这些穷哥们 敢吐半个不字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 白龙白虎一听 大嘴撇到了耳朵根子 这家伙口气倒是不小 八成是穷疯了吧 随即哈哈大笑 只听白龙说道 小子 你敢放大响炮 也不怕驴毛塞了你那张臭嘴 爷们儿我是谁 你也不打听打听 胳膊肘上跑死马 我看你今二个 是抢到阎王爷那里喝粥去 说完 后退一步 冲着家丁喝道 来呀 给他这个熊样儿瞧瞧 话摸落地 早有两个家丁窜上来 木棍子一抡 罩着小伙子的腰腿就下了死手 二根棍子从左右而来 都是斜劈棍 左右躲闪都不行 只见小伙子纵身一跃 如苍蝇猎兔 双脚直朝二人踹去 哪里躲闪得开 两个家丁都被踹翻在地 忽然 另有两条大棍从前后打来 好个大小伙子 身子极快 身子往旁一闪 伸手接住前面打来了大棍 随即往后一带 啪 后面来的大棍恰好到了 正打在这家伙的脊背上 只听一声惨叫 这家伙再也动弹不得了 顿时 在场的人都看呆了 刺棍两招 闪得出奇 闭得巧妙 只是瞬间 可见此人功夫了得 再说这白龙 见此人功夫不凡 其更是不打一处来 小挂子呼拉一闪 如一只斗红了眼的攻击 攥着两个拳头扑上来 刷刷刷 拳脚齐下 上来就用上了看家的绝命招 照着眼 凶 当下了毒手 这绝命三招 是歪龙白虎随时多年专练的毒招 就像程咬金的三斧子 来势之凶 出手之狠 一般人是躲不过去的 白龙白虎就是仗着这三招横行霸道的 第一招叫二龙取猪 二招黑虎掏心 三是下脚撩阴 这三招狠毒之处 在于同时发招 躲上防不了下 陛下顾不了上 让人顾此失彼 且说这小伙子似有防备 上使迎风手下使鸳鸯脚一拨一擦 净神速地破了毒招 白龙这下可慌了 几年来与人交手 还未有人躲得过去 他这里一慌神 拳脚可就乱了 再打下去势必吃亏 旁边关阵的白虎看得明白 和声都给我上 率先举着大棍冲上来 仲家丁也一窝蜂地涌上来 顿时 小伙子被围在中间 四面受敌 处境万分威胁 再说这些短工们 此时谁还顾及别的 也都抄起家伙与家丁们搏斗起来 一时间 白家大怨鸡飞狗跳 哭喊乱嚎 打成了一锅粥 小伙子被困在核心 手无寸铁 难以抵挡 他得快些跳出去 只见他双足点地 一纵身跃到身后的高房上 这时 火服照半雅 丹水正好进门 小伙子一看 紧跑起步 纵身跃下 一把夺了扁蛋 杀下跃来 只见这无耻扁蛋使开 忽棍忽枪 劈 砸 挑 撩 转眼就放倒了一片 白龙白虎一看 这脸蛋着实厉害 每人举着一条大棍迎来 小伙子说声来得好 脸蛋手中翻个花儿 也没见用的什么招 扑扑两下 简直就像波尼人儿似的 白龙白虎被露倒在地 扯着嗓子的嚎叫 小伙子跨步上前 一把拽住白虎 往白龙身上一扔 随后脚踩二人 冲着家丁喊道 谁在动手 我即刻让他们上西天 说完 脚下一用力 白龙白虎疼的 杀猪般直报道 一直躲在上房 关局阵的白人 这下可毛了脚 帽子未及扶正 便跟头马爬地跑出来 边跑边喊 哎呀呀 快快住手 快快住手 有话好商量 好商量 小伙子哼了一声 松了脚 白人看了眼地上 横七竖八的家丁和短工 叹了口气 洋装局外人 到来两个儿子跟前 怒冲冲地喝道 畜生 为何是激恼了这位壮士 谦和待人 你们是罪有应得 往日离我磨破嘴皮子 劝你们要安守本分 全当耳塘风 活该有今日 白人唱双黄刺地骂完了 立刻换了一个笑脸 对小伙子道 壮士 有话尽管和我说 虽说我不当家做主 说话还是占地方的 小伙子健壮 逢场做戏事地说道 哦 既然老人家出面 就好说了 我有三个要求 一 如数算给伙计们钱 二 打坏的这些人 智商养病 三 对二虎严加管教 再不许白石还人 白人听完 两眼转了几转 连连点头应下 小伙子这才松了脚 白龙自虎从地上爬起来 身子一活动 立刻挨压一声嚷起来 二人清楚 这是刚才交手时 被人家点了穴 如果不及时解破 一个月后便会闭血深残 二人还算乖巧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磕头如鸡啄米 祈求撞上开恩 给他们解破 并保证往后规规矩矩 再不胡作非为了 小伙子想了想 说道 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饶了你们 说完 动手给二人解了穴 二人又磕头谢罪 这个时候 白人说话了 壮士身怀绝技 不显山露水 让人敬佩 敢问壮士高姓大名 宝乡何处 小伙子看了白人一眼道 大丈夫行不改名 做不更新 南皮县黑龙村留一枪便是 此言出口 白家父子简直就像被封折了似的 师生叫出了口 六只眼珠直正正地盯住眼前这个 貌不惊人的小伙子 心中暗道 啊 他就是那个三年前 抢挑镇苍南的刘一枪 真是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斗梁 还是白人脑瓜快 闻听此言 立刻大惊小怪他说道 哎呀呀 实不知你就是名震苍南的刘豪杰 早知如此 哎 说完 转向白龙白虎道 刘豪杰在此 还不跪拜高人 白龙白虎还真听话 果真又跪在地上 刘一枪白白手道 不敢当 话摸落地 只见白人也普通跪在了地上 刘一枪不受 急忙相扶 老东家 你这是为何 快快起来 白人不肯 说道 刘豪杰 老夫有意要求 恳请答应 不然老夫就会死在你面前 刘一枪忙道 你先说出来听听 白人这才说道 我这两个逆子 实乃不成器 老夫年老体衰 南进富道 我想请你留在府上聘为教师 带我管教 刘一枪闻听 要把他留在府上 教这两个逆子 哪里肯医 说道 这是断断不可 这时 那几个受了重伤的短工 挣扎着爬起来道 刘豪杰 救人就到底 送人送到家 你就应下吧 你要是走了 我们可怎么办 刘一枪一想 也是 如果自己拍拍屁股走了 扔下这些穷哥们 还不一样挨白家的折磨吗 正在犹豫间 白人转转眼珠又说话了 刘壮士 别推辞了 留下吧 刘一枪叹口气道 好吧 不过 听教师一事 再不许提 白人喳喳喵言 答应了 故事讲到这儿 有必要介绍一下刘一枪 刘一枪真名刘之后 是大清末代武状元刘世青的堂职 刘之后自幼随叔父习武 练成了一身超群的武功 叔父仍不满足 为了使之二在武林中立于不败之地 又精心传了他一套六合枪术 使刘之后二十岁上便亦赶大抢横行苍南 县城虽说地面不大 民风强悍 刁民横行 这儿是清末封江大力张之力 张之洞的故乡 再加上张氏家族的影响 历任县官或串通仪器 或屈尊迎合 弄得百姓苦不堪言 这一年来了一位姓杨的县令 尽是出身 清正联名 来南皮后 明察暗访 招雪了几桩冤案 惩治几个罪大恶极的流氓 杨县令由此得罪了地方势力 有人扬言要杀死他 就这个时候 刘之后找到县衙 不要分文 定要给杨县令当标诗 杨县令十分感动 二人结尾之意 且说南街 有个姓坤的武师 擅使一根盘龙棍 武艺高强 人送外号镇苍南 一个无敌手 二人可谓其逢对手 将欲良才 枪棍脚在一处 上下翻飞 横突树撞 枪扎一条线 棍扫一大片 看不出谁攻谁守 分不清谁进谁退 整个县衙门前如万马厮杀 尘土非常 围观的人各个看得呆呆发愣 大张着嘴 气而不敢喘一口 那些几岁的娃娃 吓得扎进娘怀 一动也不敢动 二人杀到六十多个回合 镇苍南的棍法渐渐由此乱了 刘之后大吼一声 瞅准机会 抖枪压棍 顺着镇苍南的胳膊往里猛一进 枪尖扎进嘎嘱窝 这个时候只要他稍一用力 镇苍南就得命葬皇权 可他没有这么做 不过他得教训教训这个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就在枪尖将要刺进肉里的瞬间 刘之后大枪往上一挑 只听呲啦一声 这家伙的衣服就来了个大开堂 镇苍南大吃一惊 丢棍跳出圈外 跪地就拜 拜谢刘之后手下刘情之恩 从此 刘之后声名大振 人送外号刘一枪 那年头 多花早谢 植木仙法 时隔没两年 杨县令因得罪了张氏家族 被隔职还乡 刘一枪也含恨回到了乡下 再说白人 留下刘一枪后 每日好酒好菜 再为上宾 白龙白虎也是毕恭毕敬 依然把他当成了一位师长 一晃半月过去了 上次蟹斗中受伤的伙计们 也都陆续养好了伤 离开了白家 伙计们都走了 刘一枪的心也活动了起来 他绝不是那种贪图享乐之人 没日理 尽管自家父子代为上宾 可他总觉得他们是在逢场作戏 白家父子的为人 他是清楚的 与这样的人在一起 总得提放着点好 尽管心里这么想 表面仍是说说笑笑 也来了个逢场作戏 这天早上 刘一枪练长回来 只见桌上放着一个小纸团 打开一看有几粒八豆 纸上写着当心两个小字 再看字迹 歪歪扭扭 不像是墨写的 倒像是用碳贡耳滑的 这是什么意思 送东西的人是谁 猛然间 刘一枪明白了怎么回事 忍不住心中一阵通通急跳 他急忙藏了纸团 私谋起对策来 到了中午 白家照例好酒好菜 饭后不久 刘一枪变坏了肚子 拉起起来 过了中午 白人过来说话 发现后 急忙吩咐去抓药 又让伙夫赵半雅晚上做些流食 刘一枪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拍着胸脯对白人说道 不劳东家费心了 我这副身板 金刚一样 没有事的 白人确实不一 转眼三天过去了 刘一枪的肚子越来越坏 竟真的病倒了 白人见后 心中暗暗了一阵冷笑 为何 他笑自己的计谋得逞了 原来 这是一个人面受心的家伙 那日他以儿子拜师学艺为名 留住刘一枪 正是为了日后暗算他 堂堂一个苍州守护 苍城里的人物 岂有让一个小小武夫 当众羞辱之礼 这仇要报 这个面子得捞回来 如何算计这个武艺高强的刘一枪呢 也几个可算是费尽了心机 终于想出了这个范中下巴痘 使之窃度 爬不起来 然后再收拾的毒计 刘一枪病成这个样子 白人父子洗在心里 但表面上仍装出十分关心的样子 四处请医 这天 只见白人领进一个四十多岁的粗壮汉子来 说是从东乡请来的王先生 这王先生一脸横肉 左半脸有一块鲜红的伤疤 瞧人时目露凶光 一团杀气 一看便知不是个善良之辈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苍东土匪头子王一刀 白人请来王一刀 是让他协助收拾刘一枪的 且说白人领王一刀 来到刘一枪房中看病 这小子哪会拿枪拿掉 他说些伊犁要法 三句话辨入了本行 一声大喝 给我绑起来 率先动手 猛扑过去 死死抱住了刘一枪 这时白龙白虎 还有另一个随来的土匪也扑上来 四人一气动手 刘一枪纵有通天本领 也逃脱不了这伙强贼的突然袭击 就这样 刘一枪被绑了个结结实实 这时白人说话了 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 一扬怪气 他说道 姓刘的 想不到吧 这就叫黄雀在后 这回我要一笔一笔的 与你算算这个账 刘一枪怒目而是 一言不发 白人冲着刘一枪又是一阵冷笑 回头对王一叨道 走 孩子 咱们先吃饭去 回头再收拾这个不知深浅的东西 说完 吩咐家丁好好看守 这才离房而去 白人一伙回到客厅 这时火夫赵半雅早已将酒菜摆好 今日白人特意吩咐 好久好才弄了一大桌 他要好好庆贺庆贺 这里不说白人一伙如何饮酒庆贺 且说刘一枪 他这里搞的什么名堂 明明知道白人要在饭菜里算计他 他为何还要上当中计 以致背情 这不是白桃苦吃吗 原来 刘一枪另有打算 他觉得白家实在可恶之极 这样的匪类不除 实在是后患无穷 他要利用这个机会 抓住白家的罪证 以张扬武林 为了稳住白人 他来了个将计就计 饭端上来 他就吃 要熬好了 他就喝 白人看在眼里 如何不相信这是真的 刘一枪之所以能把这出戏演下去 其中亏了一人 这人就是火夫赵半雅 赵半雅原是西红图县武师 明照春河 十年前 一尸手打死崔租的狗腿子 逃难来到苍州 隐姓埋名 装龙作哑 这年卖收 随短工来到了白人家 白人见他不会说话光之干活 就让他去火房帮出 不料想 这哑巴红白岸上的活计满不赖 烧的饭菜别有味道 就被留在了白家 在白家的这些年中 白家的种种猎行 他看在眼里恨在心上 几次狭长蒙动 想除掉这伙人面兽心的家伙 可他想自己命案在身 又强忍下了 刘一腔惩治白家父子的事 他看在眼里洗在心上 静慕之情油然而生 觉得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大丈夫 从此 他借送饭送水之机 处处留心观察刘一腔 并在暗中保护他 这一日 白人拿来一包八豆 恨恨狠地跟他做手势 让他压成粉 下到刘一腔的饭菜中 赵半雅知道白人要加害刘一腔 恨得咬牙切齿 他面上没有露出任何异样 点头硬下 案里却没给放一粒八豆 白人哪里会知道 为了给刘一腔报个信儿 他才包了八豆 写了字条 借送水之机 放在刘一腔的房中 不料 很快就被刘一腔识破了 那是早饭后 赵半雅收拾碗筷 刘一腔看看四周无人 把抓住了赵半雅的手腕子 痕尽一阵 力有千金 刘一腔注意观察对方表情 根本没有什么表示 心中更是有了底儿 他低声说道 你是什么人 来白家为奴为何要装紧坐呀 赵半雅闻听 一机灵 直瞪瞪地望着刘一腔 还是没说话 刘一腔松了手道 大哥 别做戏了 你瞒别人 却瞒不了我 那回我多你扁淡防身 就觉你手上有一股奇力 不是习武之人 哪有那种力气 还有 我夜里曾访你多次了 有几次碰上你深夜必登练功 我心中好生纳闷 自古真人不露像 露像不真人 你一定是有番来历的人 再就是 今日送八豆包一事 不是你还能是谁 元兄在上 请受小弟一拜 说完 俯身败下去 赵半雅见刘一腔一语到破天机 激动一场 急忙相扶道 贤弟快快请你 你既已说破 我也无需隐瞒了 于是 赵半雅眼含热泪 便把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刘一腔 莫了 二人伤病了一个将计就计 里应外合 除掉苍东一霸的计策 再说白家父子 与土匪头子王一刀 猜权引酒庆贺 他们觉得今日没费一刀一枪 能生禽流一枪 全是老家局计谋高超 所以喝酒时 白人手推上冲 与三个儿子频频举杯 喝着喝着 突然一个个肚子咕咕响 不一会儿 便手捂肚子拉起起来 他们感到蹊跷 觉得这酒菜里一定有名堂 白人吩咐 速速去拿火符照半雅说话 正在这时 只听门外一声大吼 如天崩地裂 不用拿 我等来了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刘一枪 身后跟着火符照半雅 二人手中各执刀枪 已将房门堵了个严严实实 白人一伙万没想到会有这一手 顿时吓得手足无措 还是王一刀这小子有经验 剑撞一口吹灭了蜡烛 一头钻到了桌子底下 白人父子无处可躲 如一只无头的苍蝇 到处乱撞 屋中乌蛙乱嚎 背盘撞落 发出叮当的碰撞声 话说刘一枪刚才不是被死死的捆了手脚吗 他怎么能跑出来 这是怎么回事 前面已经讲过 凭刘一枪如此功力 区区指出麻省 就在白人一伙走后 他故意哼哼几几 以麻痹对方 看护的家丁见他病成这个样子 根本不相信他还能跑得了 刘一枪带看护的家丁出去后不久 暗晕一口混原真气 正断了身上的绳索 悄然溜出房门 一拳将守护的家丁击婚 夺了枪 便想去约赵武师 这时赵半雅也直到赶来营救刘一枪 二人合兵一处直奔客厅 再说刘一枪与赵武师 见屋中吹灭了蜡烛 不敢贸然进屋 便一个守门 一个堵窗 来了个关门打狗 白人知道来者不善 带着哭腔对儿子说道 儿啊 你们快快想办法出去 金儿的不是鱼死 就是网破了 还是网一刀小子酒精沙场 对随来的土匪说道 你在前面开路 咱奶奶的杀出去 这名匪徒不敢不听 拔了妖刀来到门口 他还算有经验 抄了一个凳子就往外扔 身子随后而至 刘一枪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 就在凳子砸出屋门的瞬间 挺枪就刺 恰好刺中这家伙的肚子 正在要拔枪之际 王一刀大吼一声 挺刀冲了出来 这时抽枪已来不及 怎么办 情况十分危急 好个刘一枪 集中行至 顺势将大枪往上一台 这时王一刀的刀一刀 咔嚓一声砍断了枪杆 刘一枪一脚 举起手中的半截枪杆 当头砸去 实在太快了 王一刀防不胜防 只听 咔嚓一声 直打得脑僵蹦裂 这个最大恶极的土匪头子 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瞬间杀死二人 白人父子吓破了胆 如何还敢往外冲 这时赵武师已在窗台上放起火来 大火一烧 一会儿便燃着了房顶 这下可就热闹了 整个客厅顿时烈焰腾空 皮拉乱响 大火一烧 空气收缩 房门匡当自动关上了 白龙不甘被火烧死 踹窗逃命 被赵武师一刀截裹了性命 客厅起火 白家大院里的家丁和奴仆都跑了出来 只见两个大汉执刀堵在门口 已明白了八九 谁敢来救 就这样 白人白虎都被活活地烧死在房中 大害一除 有一枪料定官府绝不会放过他们 当夜便和赵武师打电了行李 一块下了关东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